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课的时候能够跟大家再做一些交流 我们这个简报视觉化主要就是希望说 你了解简报图解释的意义 因为它是非常容易让别人看懂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简报变得更美化 对不起 我先说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我之前是在巨匠电脑公司总公司担任专任讲师 也就是教授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 就是从总统府行政院或者是其他的工部门 几乎该跑的地方都去过 后来到了40岁我就想说 我应该还要再继续提升自己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攻读我的学位 目前是博士候选人 我希望说我的资讯专程能够跟生物专家医生能够结合 然后我们让癌症这个议题呢 有可能就是解开来 那当然我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大概有20多年 有30多张国际国内的电脑证照 也写过50多本书 我也把所有的课程 就是我这五六年的教学的课程 影片我都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你只要搜寻我的姓名 也都可以找到很多我的相关的影片 我也是一个小小的YouTuber 就是电脑教师里面的一个小小的YouTuber 那我们呢 就开始来去谈 我当谈这个简报视觉化 我们要先大概跟你分享 就是说我们一刚开始会先制作这个word文件 这个word文件 各位可以知道 就是说当今天我们有一个议题 然后这个议题呢 我们就可能会先去 比如说制作文字稿 决定来说我们就会用 针对我们要做一个振兴三倍券 这个议题 然后可能会遭遇的问题 我们就会把它模拟出来 做成这样子文字稿之后 我们要做正确的word的标题设定 那当然就会有长文件的制作的规范 这不是我们今天上课的重点 那做这个规范 做完之后呢 我们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党 文字党 那这个文字党可能就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有封面有目录 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有什么图目录表目录 然后就会有什么有内文内文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的这些文字的叙述 那这就是长文件的基本要求 在这过程中会遭遇非常非常多 编排上面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长文件 长文件我们给别人去观看 要花很多时间来理解 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 可以展示给别人看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是用一个更简洁 更容易表达的方式 呈现这些文字的内容 那怎么呈现 其实在Word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叫做传送到PowerPoint 我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稍微等个十秒钟 我的这份简报的雏形就做出来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是前几页是空的 空的我先把它删掉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这些其实都是在一些 就是说电脑使用上面的一些技能 好一点 美化一点 好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就是在于说 如何把这些 这些可能要透过很多文字描述 改成 改成什么 我们把这个意思要传达到 而且而且很重要的资讯是什么 我们要先掌握 掌握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变成图解释 可是请问在座的各位 我们如果想要做华丽转身 这个文字党变成一个很棒的简报党 我们又不是电脑专家 我们也不是学过很多的美工处理 对不对 然后长官又要求十分钟 请问怎么做到这件事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做法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你掌握到我今天的方法之后 你就回去自己好好的做一做 你就会发现你是在玩 你不是在工作 就是把做这件事情 变成很有兴趣的一件事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希望跟你们分享 好 首先 首先 其实别人 就是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你可以看微软公司新增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范本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范本 可是我觉得这些范本 都不太商业化 都不太就是说 就是它流于形式 所以我在别的地方 我就会教各位去下载 例如说风简报的样式模板 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去找 你去找 假设我现在我要做一个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 然后我就可以去搜寻 它这里面跟教育训练有关系的简报模板 它就会呈现 然后我们把它去打开来 举例来说 这个是什么 高中的简报 这个高中简报 我们点一下 然后去建立 它就有一个样式模板 在这个地方 你看 至少这一份简报 还是很多很多字 很多字 可是至少它有搭配了一些图片 搭配了一些图片 图表 像例如说 这边有几个图表 然后这个有smartart 有表格 你这样看起来 这份文件 这份简报文件 有没有比这样子的文件好 有 好 那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刚刚那份简 这一份简报的样本 我不打算使用 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模板 我觉得不够多 不够多 尤其我们在做一些政策宣导的时候 我们用很多的条例式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个高大上 大陆人很喜欢讲高大上的简报 来去跟各位分享 分享 好 首先 这个简报样本 我就关掉了 我提供的简报样本 可以给各位稍微观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份简报 这样子的一份简报 而且我等一下用的时候 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内容 它其实是针对很多的项目 很多的项目 来去呈现 像这里是针对项目 还有这个是针对项目 你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能够有效的去做华丽转身 变成这个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 哇 这本来的这份简报都是文字 现在我把它变成长这个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 你就已经成功的迈出去这一步了 让至少别人 例如说你的主管 在报告的时候 别人愿意去看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份简报一定要有标题 一定要有一个标题 这我想这没问题的 举例来说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我们就讲振兴三倍券 1000变3000 这样一个政策 你一定会有一个政策 那我们既然是振兴 所以我是不是就希望用 这一份简报 这一份简报的 这一个标题页 我就直接套用进来 好 那怎么套用 首先 这一份文件 我就直接点 常用 常用底下的新增投影片 叫做重复使用 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浏览的方式 来去找 我要使用的投影片 这我想应该不是很困难 点选1 然后我自己的图片是 我自己的课程的内容 是放在这里 那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里面如果要使用到这一张投影片 如果你要包含那个背景也要用 里面的字形也要用 这个时候一定要勾选保留来源的格式设定 保留来源的格式设定 好 例如说我现在点选第一个 点下去 那当然我的这次标题 我就把它变成什么 这个标题一定要换掉 我们的标题是不是叫做 振兴三倍券 一千遍 三千 而且 而且假设这一份 这一个样式 它这一个文件 它已经做好动画 你这边动画根本就不用再做 当然你也可以删掉别人做好的动画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这一个简报的封面 就是简报的第一页 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只是要先告诉你 这一个概念 那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你来去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一千 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去做简报的时候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振兴三倍券 一千变三千 它好像变成一个口号了 那我们其实应该是把它图像化 图像化会更好一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单纯的就把这个文字 变图像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举一个例子 请问一下 我们因为要把文字 就是改成一个图解 然后把重点 资讯 资讯 传播给别人 所以你要知道 请问一下 这个振兴三倍券 一千变三千 重点在什么地方 而且为什么 就是振兴三倍券 一千变三千 这十个字 请问你觉得重点是什么 三千 为什么 因为它是数字 我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今天这里面是不是全部都是中文字 所以最重要的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 你就去看英文字 数字 因为通通都是中文字的话 那最重要的资讯 一定就是那些数字跟英文字 而且数字也是别人最在意的 那请问你 这里面不是有什么 三倍是数字 一千是数字 三千是数字 这没有问题 可是最大的数字是不是三千 对吧 你重点是要强调三千 就是说你今天你的图解 你要先针对 针对你那个文字内容 你要先去把你要强调的重点呈现出来 可是你要是不知道重点在哪里的话 请问一下 你怎么跟别人解释 你可能会这样解释 你会认为说三倍我要解释 一千我要解释 三千我要解释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只是要先告诉你们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文字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 一个 所谓的一个图解释的改变 好 首先 当然要有这个文字 当然要有这个文字 就是 我们在做 这一张标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 很单纯的 我们假设把它做漂亮一点好了 所以呢 我们把它做成 做好这个文字之后 然后我们设好颜色 出体 加阴影 把字变大一点 好 可能会做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 就是 我只是希望说你们能够 能够稍微知道说 我现在要 我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首先我知道说 这个振兴三倍券一千变三千 那我觉得 总也要放一个主角 所以我就会这样来去思考 我就会这样来去思考 这边我就放一下我们的 苏贞昌院长的照片 好 那怎么样 怎么样去做 你要知道简报里面 刚刚有看到 我们会大量用什么 图片 我们会大量用一些表 图 统计图表 来去说明 说明中文字 对吧 好 那有没有比较快速简单的做法 当然有 我现在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情 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找到 苏贞昌院长的一个图片 我想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我们刻意 因为我想要做的是一个什么 去费 去费的照片 好 那所以我假设用这一张 这一张大小是800×1064 所以还蛮大的 所以滑鼠右借 先把它另存图片 存起来 我比较喜欢就是 它是谁 我就直接存它的名字 再加一个编号 或者是日期 然后直接点存档 然后接下来 我有了这张图片 我们要一秒去费 其实PowerPoint也有提供去费功能 可是我比较喜欢去费是在这里 重新打开Chrome浏览器 有一个网站叫做REMOVEBG 第一个 第一个 点它 接下来这里面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上传 上传图片 当然你也可以点刚刚那一个 如果说它是繁体中文 这边就会变成是繁体中文的上传图片 如果它是英文 这边就会出现Upload 不管怎么样 就只有点这个按钮 然后接下来 请把刚刚图片我下载下来的这个照片 直接开启 然后给它一点点时间 它就直接帮你去好费了 去完费的影片 影像我们是不是要下载 对不对 好 你看 你觉得它下载的应该还不错吧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的图片 我是不是要在我的PowerPoint里面 这边来去使用 怎么使用 插入图片 这个都是PowerPoint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些 我选错了 我应该要选 是在下载里面插入图片 因为刚刚我下载 所以它就会在下载里面 点选插入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图片稍微变大一点 或者是我把图放在这边 然后我的文字 放到右边去 好 这是我希望说 先告诉你们的一个概念 好 振兴三倍券 一千变三千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 是不是在强调什么 是在强调 我们谁来执行 就是书院长 对不对 请问有把那个三千呈现出来吗 没有 有听懂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就是我们通常我们会把那个简报的封面 好 我们就这样做完 可是做完之后呢 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我明明这句话的最重要重点 刚刚是学长讲的 三千 可是你这样子看完之后 你觉不觉得我们的重点是在讲谁执行 有没有冲突 有听懂我的意思 好 所以 所以我又会再做一个改变 因为图解 图解 我就会找三倍券的图 好 所以 我们现在去看哦 再去新增 然后 直接把刚刚这个正清三倍券 正清三倍券 复制 然后贴上 好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可是 可是 他可能就会 这样子放 就是说 这边 我要放新台币 一千 然后 然后这边 我就去放 三倍券 三千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看这件事哦 所以我是不是要去插入图片 插入这个线上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输入一千元 各位要知道 微软公司的影像搜寻就是在这边 好 然后搜寻 第一张就是了 插入 所以我是不是就放在这边 一千元 一千元 一千变三千 所以好 我们就再放一个什么 插入 符号里面 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符号呢 这个箭头符号 例如说我们把它做成 例如说立体 这都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可是这个地方我就去放三倍券 三倍券 所以我要再去从网路上去找图片的 插入 线上图片 当然我是输入三倍券 可是请你们仔细看一下 我要的是真的那个三倍券 这边基本上找不到 各位应该多多少少都认识我们现在的三倍券 对不对 这边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你要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那个搜寻引擎 还是Google比较多 而不是微软公司 微软公司的图片的搜寻引擎呢 它叫做Bing 这个Bing找不到 我们就要去什么地方找 Google 好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就到Google 到Google这边 好 我一样关掉好了 重新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我就在这边输入三倍券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图片 我就点图片 你看这边第一张一定就是三倍券 所以在这边如果请问 我们要去做一个新闻的发布 你希望越多人知道的话 你就要先问 请问一下Google Google的新闻团队有来到现场吗 听懂吗 听不懂 你希望一个政策能够很多人知道的话 其实还是要找那个比较 多的人会去搜寻的那家公司 来去做行锁会比较适合 我现在我就先点选它 滑鼠右键下载下来图片 另存图片 存成三倍券 存到 好 存到这张图片之后呢 我这边 我这边 我是不是 把这张图片插入进来 所以插入底下的图片 然后我就去找 下载 下载里面三倍券 我刚刚应该是另存会比较适合 我再重新存一次 滑鼠右键 另存图片 好 我就取名叫做三倍券2 其实是一样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到我的简报里面 我就直接去插入图片 然后接下来在图片里面 三倍券2 请问这个三倍券的大小 是不是应该应该要做到 约等于这一张图片大小 对不对 其实这是这是有点故意要做成 就是说让别人感觉 它就是真的钱 好 所以所以这个大小 你当然不能把它做得太大 好 那首先我们稍微做小一点 有人会怎么做呢 好 我就把它分开 分开 然后去做 做什么事情呢 好 我就先把它先去做剪裁 我们三倍券有500的 然后复制 常用复制贴上 然后我们也有200的 500要放在上面 200要放在下面 然后去剪裁 然后去剪裁 我要留上面的 然后把下面给拿掉 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样不对啊 这样不对啊 对不对 这样变成1000变700 对不对 这当然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 就一定会有人这样设计 一定有人这样设计 就是说把它变成什么 所以我插入一个符号 图案里面的乘号 乘加减 乘除 然后这边 乘 好 那当然这里面 我们当然也就是用立体 立体来去呈现 然后 复制它 贴过来 请问它要乘几 是 好 所以我就插入 文字方块 我就直接输入 是 然后把这个 这个 是呢 放大 那当然 接下来 这样就变成 5 所以 这个变成 5 请问我们这样做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做成这样子的话 其实 其实很多人已经看得懂 你在说 一千变三千 对不对 好 就算你要讲 书县长 书县长的 这个图片 我们刚刚这一边 就是 如果您要放 书县长的图片 我们也要把它放得小一点 贴上 可以知道 我现在 要告诉各位的概念 就是 真正的重点 我们是要去讲什么 我们是要讲 一千变三千 这件事情 一千变三千 是不是出来了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其实你要 等于就是说 要请民众 再去呈 你信不信 28 16 29 18 20 等于多少 可能就有些人 没算过 他可能就 不知道了 例如说 38 24 39 21 然后 然后 这样子的人 大有人在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当你要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不能永远只站在自己的立场 来去思考 例如说 你现在做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更简洁 更好的一个方式 来去呈现 我觉得这才是 最重要的重点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 并不是说 我们简报 我们简报 要怎么样去 怎么插入图片 插入图表 不是 我要告诉各位 您做的简报 因为要改成图解释 改成图解释之后 你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观看一下 我建议 这张图片 复制 然后贴上 我觉得这个 成法 这些东西要拿掉 变成什么 直接做成四张 例如说 这个图片 我加个框线 这个图片 加个框线 然后接下来 我当然就是要 复制 常用底下 复制 然后贴上 贴上 贴上 你不要贴太多次 你贴太多次 你要为政策背书 好 点它 我要贴四次 所以复制一下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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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那你会说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稍微把这个间距 稍微把这个间距 调整一下 调整到这边 好 选到 选到这些图片 然后 针对格式 对齐 水平均分 然后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例如说 高度摆到这个地方 然后 选到这五张图片 一样 对齐 水平均分 你觉不觉得 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你 你觉不觉得 这边 有变 多 那个 变三千 这边 感觉 好像就是 就算完了 算完了 得到一个标准 这边 你有没有感觉 好像有变 多 这件事 可以理解 我现在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吗 请你们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不是 我 我只是觉得 就是说 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 你把 民众 你把民众当做是你的老板 你这样来去思考 我只能跟他讲三秒钟 你只能跟他讲三秒钟 我跟你讲 假设当你今天在跟人沟通 有情细上的沟通的时候 你奢望他给你几秒钟听你说 一秒都不会停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最容易沟通的方法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必须要再去推广 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我们把大数据分析做好 这就是我比较专才的地方 就是我要把一大堆的数字 我就是要把它变成 很立即 可以让老板看得懂 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你看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去说明 正清三倍券 一千变三千这件事 可以理解 讲到这边的重点吗 可以 好 我接下来 你记住 我们今天课程要做华丽转生 可是在华丽转生的过程 你要做对 那个图解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怎么样快速做完 好了 可以 我继续讲 因为我们这边有好多页 是需要华丽转生的 也就是图解释 就是我们的课程不是简报视觉化吗 可是很多人简报视觉化 我先教各位 很简单的一个做法 很简单的做法 我们先来看一个 我先不按照那个 这个问题的顺序 我想先跟你们分享 哪一张 其实每一张都要跟你们分享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一张 这一张简报 你不能给太多的资讯在里面 你只能给一个资讯 这是简报的一个重点 所以在word的文件编排里面 他可能这个段落 他把相关的段落全部都写在一起 然后把他的概念呈现出来 好 那这一张我就先做一个复制 贴上 这一张我再做的是这件事 振兴三倍卷 可以用在哪里 那下面这一张 我就做振兴三倍卷 不可以用在哪里 可以吗 好 因为当然 当然你分别做完之后 你再想想看 这两张简报能不能合并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 我们先学一张一张做 首先 首先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的振兴三倍卷 可以用在哪里 所以 我们就来去思考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么专业 所以我们就先来去看一看 我们这一份简报 这一份简报 有哪一个项目 有哪一个项目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张投影片吗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 这一张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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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这样子看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振兴三倍卷 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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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漂亮的 对不对 有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这一页来去使用 好 那 这个 这个 回到刚刚我们这一份简报 所以 这一份 这个简报 我就插入 投影片 因为刚刚介绍那个重复使用投影片 我就直接点它 那 接下来呢 你就要把这个实体电夹复制 贴到这边 贴上 然后 最好贴上 最好贴上 是 贴成 就是说 使用目的的 那个 反正就是包含那个原本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这个市场买菜 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去选 夜市吃消夜 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是逛街购衣 复制 贴上 旅游住宿都不限 好了 我现在我只是要请你们 请你们去观看一下 本来它长这个样子 本来它长这个样子 文字 现在我们要改成这个样子 这边标题要稍微改一下 正清三倍券 可以用在哪里 复制 贴上 然后再接下来 这个标题 你不能讲添加标题 那这边其实在讲的概念叫做 可以用在哪里 哪里是在解释问题的时候 会稍微把这个字 放大一点 那你要是觉得说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太小 你要是觉得这个画面太小的话 你是不是还可以再把这些 例如说字 放大 或者是人 调整 那请问 本来是长这个样子 正清三倍券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本来是长这个样子的文字 现在 华丽转生之后 只是你要用复制贴上 这些事情 来去调整 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但是没有花你太多的时间 这个是很单纯的一个项目文字的使用 而且尤其公家机关最多最多的最多使用的都是什么 条列式的说明 但是你要记住条列式应该要把它在精简文字 但是毕竟Word所使用的文字内容跟什么 跟简报所使用的文字内容不太一样 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这是项目文字 项目文字的说明 针对这些字 你会不会觉得太小了 太小没关系 我们就选到这些字 我们来去把字大小调整 把这个字调整大小 因为你重点一定会觉得太小 再来就是这个图片 我想要换掉 图片怎么换 图片的换法是这样子的 假设我就想要去换书线长的照片 好这样我就不用再去吓着 你当然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就是你要去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人家都会去找那个 例如说那个 一个就是 例如说发言人 或者是有亲和形象的代言人 好 这个时候呢 这张图片怎么换 图片的换法是快速点两下 这个图片 然后针对这个图 图案的一个填满方式 请改 改成用图片 那图片的来源是 我刚刚已经下载好书线长的照片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一张 当然我也可以用下载 下载的那一张 下载的这一张照片插入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整个把影像就直接换掉了 又符合这个主题 符合这个主题 好 那 这一张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删掉了 因为 因为你不可能又留着文字叙述 又留着图解释 好 那我只是想请问你们一件事情 你们会想要去 想要去看这种文字的内容 还是会想要去看这个图片 图解释的内容 应该是第十页内容还是第十一页的内容 十一页对不对 你你自己都喜欢看 你为什么不去把简报做成第十一页的这种样子 还有 会花你很多时间吗 不会 那你会说 我没有美工基础 我到底要换成什么颜色 对不对 人家颜色都帮你看好了 所以你不用动 可以了解 还有动画 动画各位 动画 那我这一个样板我也都做完 就是都已经包含 其实也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 我只是拿 就是别人已经做好的一个简报的样板 有听懂样板 样板就是说 假设 假设今天 我以后我出的简报 我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色调 来去推广我们单位的一个政策 你做出来的简报 希望是一致的 还是五颜六色 当然会希望是比较一致的做法 让别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我们行政院 我们这个团队做出来的简报内容 所以我们通常样板会希望说 了不起你们就花钱去请人 做出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 花一点点钱请别人来去做 以后我们单位所有出的图表 要长什么样子呈现 表格要呈现成什么样子 项目 如果说是四个五个项目 我们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以后的简报 都会有一定的水平在那边 那接下来我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三倍券 有什么使用的限制吗 三倍券有什么使用限制 你看这边重点就是 这句话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因为重点就是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有这些 有这些 好了 那我们又要请你去挑 请去挑一下 你看一下 这边这份简报 因为我们有很多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 看一下 好我们大概有七八项的使用限制 不可以在什么地方 不可以在什么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适合的 你到时候就变成 一是什么 二是什么 三是什么 四是什么 五是什么 六是什么 上面放了一张很大的图片 这个就比较限制 就是要不就是二 要不就是三 要不就是四 因为如果你要做五也是可以 例如说这边再画一个 往右上的箭头 以此类推 这个好不好 反正有三个圈圈 就会有四个 就会有五个 就会有六个 对吧 随便 你有很多个都可以 好 我们假设用的是第十九页 第十九页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做 所以在这个 这张投影片 我们先把第十九页的这个模板 先叫进来 好 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那这边呢 我就放不可以的这些项目 所以 所以这些内容 我就先把它全部都删掉 对比特 好 我重点是要这些 因为 因为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 有时候 针对这些 法律的文字 真的很难再去 删减 因为 在制作这一个 简报的人 他可能会是 已经自争 自拥 所以他没办法再去 调整 例如说 不可以用在什么 水费 电费 我还是建议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能够尽量删减 就尽量删减 举例来说 不可以用在什么 公用事业水费 电费 其实那个 公用事业 的水费 其实它是 形容词 我们把它删掉 稍微精简一点 还有就是 就是什么 这个 营业人资什么 受信本席费用 或信用卡账单 可以吗 就是 如果说我们来去 做一点的调整 然后 还有就是 这些 购买或投资股票 不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公司在 好 那 假设我们先 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 调整一下 不要放太长 还不可以缴纳罚金 义科罚金 罚元 税捐 这些 就把它给 调整掉 还有 请注意 简报里面 是没有句号的 我刚忘记 把句号给伸掉 简报 不会有句号 我得才会有 然后也不可以买 烟 可以买酒吗 我把这个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 你其实在念 因为一定会有 在做简报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念 你就念的时候 不可以把它少念 可是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这些字有些是法律上面的字 所以 像例如说不能作为 抵消 扣押 好 那这个不得作为 因为我们的题目就是 不得使用的 所以你就要把什么 抵押扣押 担保品 或强制执行的标的 这个几个留下来 这样大概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再简简一点的话 原则上前面列出来的一两项 一定是项目 就是这边有四项 这个抵押 抵消 扣押 担保品 或什么 你应该写 抵消 扣押 等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就是就是你的简报是要辅助你去跟别人说明的 那你为了避免争议 就是说这边项目很多 我没有列出来 可是你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文件一定写的清清楚楚 那这个顺序也不是随便放的 他一定是把比较多的项目放在前面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删减文字 我们就这边加一个等 或者是购买宴品礼券 现金礼券 等 缴纳罚金 一颗罚金 罚元 税捐 这边好像也有 等 这个就是变通了 你删减文字 可是你又尽可能的有一个相较于比较完整的叙述 毕竟可能在刚刚讲的这四项里面 前面这两项是占多数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文字啊 做成 因为叫一个一个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 PowerPoint也提供了很棒的工具 所以我一定要介绍一下 全部 那当然就我们不用去看 那个清单就是一项一项 举例来说 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也是可以 好 变成就很多项目 然后刚刚这一个人指向他 不是也蛮好看的吗 好 或者是 或者是我们再往下流程图 流程图里面 他就好像有一个顺序 顺序感 因为这 这都是等一下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这里面阶层 还有关联 关联 举正 金字塔 图片 好 我想要放这个 为什么我想要放这个 是因为说 这里面 有蜂窝状的组织 可以放文字 也可以放图片 你不要全部都是放文字 全部都放文字 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看 然后稍微把这个图片稍微放大一点 那你一定会说 这个图片我们可不可以去变更一下 变更一下颜色 变成立体一点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的文字 文字我们可能就要还是恢复变成黑色 然后字大小我们是可能稍微调整放大一点 好 那通常 通常我会把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直接移到最下面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换成图片 举例来说 假设这一张我就 就换成股票 那我就直接这边 我看一下 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的图片 股票长这样子 那等一下 那我就放一个股市的图片好了 这样 然后点选插入 只是要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说 这边所讲的东西大概是什么 然后像这边放一个什么 信用卡 信用卡图片 那我们就点这个图片 那我们就点这个图片 信用卡 插入 好 我就不一一去去画完这些图片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这边这边本来 这边在说明的事情是不是就稍微有一个变化了 好 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 这样可以了解 我现在做这张图片 你去看一下 这张图片 第13张图片跟第12张图片 我们分别来去比较一下 本来第12张图片 通通都是文字 然后接下来 我们到了第13张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这样子一个 华丽转身 然后其实你就在做的是什么 做的就是把它换一个编排的方式 让别人愿意来去观看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 例如说 刚刚那些文字我们转换成什么 然后你只要选择 选择那个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一个呈现 我讲到这边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你们先分享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然后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去提问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一直在换 最好在换多几个人 多几个人 例如说好了 那个 例如说好了 使用限制 这绝对不是 那个书院长 他 那个想出来的 他一定会希望就是说 各个部门 聚集 如何振兴 那这可能 会跟 例如说可能 假设 经济部 有关系 有关系 我们可以换个人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都可以换的 这其实都可以换的 当然你可以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来代言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看得懂的 而且这个人 这个人 有看到 我为什么要做去背 是以同样的这个道理的 好 我在教的时候 我在教的时候 因为我到行政院 那个人事总处 我们在 那个开这个课 我就会要求 你自己 就是两个人为一个 单位 然后你拍对方 然后比出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就是拿一个指挥棒 然后指向那边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 因为你要找人代言 你就会希望他能够多拍一些图案出来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我想 你如果说真的要请书院长 就是拍这样子的照片 你只要准备好那个指挥棒给他 然后叫他面对那个墙壁指向那边 他会愿意帮你拍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因为你要做一系列的这个简报里面 是需要这个 这个等于是说 男主角来配合的 那我就先把它删掉咯 是 不是 网络上可以去下载下来的 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到网站上 你就去搜寻 封魔版 或者是 免费 简报 模板 就是 简报模板很重要 对不对 简报模板 一定要加两个字 免费 你就会看到那个 封魔版就排在第一顺位了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要的是 他的模板 然后 你到时候就复制贴上 你只是在做这种事而已 你的简报 就华丽 转身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我等一下 这个是最容易 最容易讲的 我等一下还是要回归回来 要告诉你 当我们用了图解释之后 你要注意的细节 因为 这一张 请问一下 不可以使用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哪里 全部都是重点 对不对 我不能说 不可以缴水费 电费 变成唯一我要推广的 不行啊 是每一项都变成是重点了 每一项都变成重点 那就没什么好讲了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项目来去呈现 把它变成美化 这样了解 但是 你要知道 当我们在做资讯的 像我们 请问一下 我们还有好多资讯 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页 我们现在只做完了封面页 还有那个标准的项目 标准项目是我不能动的 因为那些都是法律规定好的 可是有些事 我要用图解来去说明 举例来说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 另外一个重点了 第一个 第一个 大家会问的问题 对不对 什么问题 像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可以怎么样领取 对不对 怎么样领取 这真的很重要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问 没有 我就要继续讲 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就算花钱请别人 花钱请别人去做 就是在做 模板 这样了解吗 你觉得会花多少钱 不会花太多钱 可是你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团队以后的简报 都有一个高大上的这种 图解释画 呈现结构 你觉得这样子 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当然很好 这样了解吗 例如说好了 你总要秀出你的单位别吧 可是你去下载别人那个免费的简报 他才不会给你你的单位的符水印 他一定是做他的那个单位 我要告诉各位 人家都已经做了几千个那个模板了 而且大家都已经在这样子使用了 就好像说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我的长文件 假设我要去投稿 我要去投一篇 我要去投一个journal 他其实会先提供给我那个样板 我要是没有按照他的样板 那个文章他是赋予接受的 其实简报也有那个样板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现在我要继续来去讲了 如何领取 纸本振兴三倍券 这里面太多资讯了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预定及领取 直接领取 对吧 其实简单的说 我们三倍券 我们分两种 一种是纸本 一种是数位 对不对 还有领取的 领取的方式 可以到什么 到那个 如果你要领取数位 你就要到什么 发卡的信用卡 银行 还有 如果你要领取纸本 那又要看说 你是不是用什么便利商店 来预定 或者是7月15号以后到邮局 可是你觉不觉得 对 我看完这些东西 把它变成简报 不是比较好吗 所以我现在 我们先来看 这一张好了 先来看 先来看这一张 正兴三倍券 有哪些方式 正兴三倍券 有哪些方式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纸本 有数位 对 这一张 我就要来去划分了 好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哪一张 我们用看这一张 好吧 这是不是分两种 对 两个圈圈 两个圈圈 对吧 对了 好 所以这一种的话是 第五页 投影片五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点第五页 所以在这个 正兴三倍券 有哪两种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用第五张 点第五张 然后接下来呢 第一种方式是什么 第一种方式是这个 纸本三倍券 复制 好 贴上 第二个方式是数位三倍券 复制 贴上 好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哪些方式 可以使 这不是在介绍 三倍券 有哪两种吗 对不对 复制 贴上 不过我觉得 应该贴在这边 会比较适合 贴上 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放宽一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会 我会觉得 就是说 这边是纸本三倍券 然后主要就是什么 方法不太一样 方法不太一样 可是你这样子放的话 其实不太适合 还不如说 还不如说 直接这些内容 我个人是觉得说 应该剪下来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来去做说明 还有这个 后面的这些内容 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贴上 那我就要把这个字 放很大 放很大 来去呈现 然后这边 这边 数位三倍券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有分纸本的 还有分什么 数位的 可以吗 这边 这边其实是 有哪些方式 可以使用 这个标题字 我只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正清三倍券 有哪些可以使用 然后把这样子的内容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凸显 我们有两种 两种的方式 一个是纸本 一个是数位 可以知道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真正简报 它的重点 是要去强调 强调 你要强调的项目 举例来说 这个 如何 有哪些方式 可以使用 我们是不是分两种 一种是纸本 一种是数位 的三倍券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把 这个跟这个 当做是重点 把它放很大 来去呈现 那至于说 至于说 细项的说明 一定有 这个细项说明 你就可以把它 当做是 当做是 有点像 补充说明的概念 然后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 仔细去看它 没关系 你再放大了去看 所以 你现在 你现在 有没有看到说 这里面 这里面 真正的重点 它是不是要去讲 哪两种 哪些种 对不对 哪些方式 好 我这边 我是不是呈现 重点就是 纸本 跟数位 所以我这边 我这张简报 有没有达到 把资讯 重要的资讯 呈现出来 有 可以吗 这才是 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 当然 你一定会说 第七页 第六页 跟第七页 这是 第六页 都是文字 第七页 第七页 这种呈现方式 是不是比较好 对 我还要再改一下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记得快速点两下 格式 图片 图案填满 然后 请选图片 图片 然后我们可以去搜寻 三 因为刚刚 刚刚找那个三倍券 找不到正确的三倍券 可是你看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 正新三倍券 我们就用它 插入 可以吗 好 当然你要换一个 比较适合的一个主题 来去呈现 呈现 好 那这样子的感觉 还不错吧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们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内容 针对这样子一个文字内容 我其实我个人 我个人会喜欢这样子来去呈现 我只希望它再简短一点 记得住纸本跟数位就好了 好 我只是 我只是希望说你们来去思考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请问一下 你看 单独这些文字全部都在一起的时候 你记得住 就是看完之后 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结果 就是过目即忘 一目十行 过目即忘 对不对 尤其是当很多行 很多资料的时候 而且会催眠你的记忆 可是这一页 这一页很单纯的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有分纸本跟数位 对不对 所以这边其实 它只要记纸本跟数位 这样了解吗 那请问一下 那么多个字跟你整理完 让别人记得住 只有纸本跟数位 是不是很容易就记得住 你信不信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 你回去之后 你把那个小朋友 小朋友的这个文章 你希望他背起来的东西 你把它做成图解式 什么叫变成图解式 你先把重点找出来 你应该知道 这一段字的重点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呢 你把它要在那个模板里面 看看说你的重点有几项 像现在重点就两项 所以他就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左边右边 然后接下来 呈现出重要的资讯 你再去就是很快的 会缩短那个读书的时间 然后你晚上睡觉之前 在床边故事的时候 你都可以顺便问一下 你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学习的效果是大幅的提升 这样了解 好 那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 就是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 我们看了很冗长的这些 条 归项目 我们都不知道重点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请问一下 你又要怎么样去把最重要的精髓 告诉别人 跟别人沟通 不可能 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刚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我40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不一样的一个视野 所以我就非国立阳明 就是非那个很好的大学 就是这个人 要我自己找的指导教授 然后跟他就是跟一辈子 因为你要知道说 年纪这么大了 又要去读书 然后不好好的规划 不好好的打听 这是会 我是怕自己又走了一些冤枉路 所以我就第一次 我就问老师说 请问一下 你这样子一路 一路从那个 因为他是念那个什么 在新 我的指导教授是杨永正老师 他是在新 什么国小 国中 高中 后来就去台大 台大完毕之后 那个大学毕业 就跑去美国的 Princeton大学 然后后来又到了什么 哈佛 做了两年 做了两年的博士后 重点是 我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你怎么记得住这么多东西 还有 还有就是 你到底是怎么读的 因为他就跟我讲说 我以前我们 一个礼拜 每一天要读一篇论文 我现在我跟他讲说 一个月我好好的把一篇论文读完 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了 所以我就问他说 他是怎么读的 真的 我现在告诉你的 就是你也不用去问那些 很厉害的 就是很会读书的 他们的方法就是 这么长 这么多的文字 这么多的文字 请问你要告诉他什么 我们当然 我们当然要先把 最重要的资讯 做出来 所以你真的回家 你要是听得懂 我今天所讲内容 你应该是要先回去 回去就是 把现在这样子一个方法 读书的方法 去告诉你的小朋友 你给他的这是无价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还有 还有 我们知道这个重点 在什么地方之后呢 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一些问题 避免争端 因为真正你 你这样就很了解 了解我们的项目了 像例如说 问一下 纸本三倍券跟数位三倍券 我们刚刚解释这边 民众以1000元 领取价值3000元的振兴三倍券 面额分别是500元4张 200元5张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这我就不做了 那至于数位 数位 这边我暂时也不做了 因为做法大同小异 做法大同小异 好 那因为做完这些东西 可能就会 会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这一章 这一章 我们就继续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里面 这里面 如何领取纸本振兴三倍券 好 现在是不是一堆的文字 我说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那些数字 那些数字 那些英文字 好 有看到 英文字有一个网址 然后这边有一千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OK 然后这边有看到 七月十五 有看到吗 是一个日期 十二月三十一 也是日期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一千 三千 三倍 好了 我们应该还有一张投影片 我现在 我现在 我要去讲这里面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日期 就是日期 请问一下 这个三倍券 三倍券 我怎么知道说 日期很重要 各位 刚刚我已经讲这个观念 然后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 图解 变成一个 很容易让人看得懂的 你信不信 有很多人看完都还不懂 这句话所指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如果想要去画一个 跟时间有关系的 例如说 七月一号 我们是可以开始预购 七月十五号 是不是可以到便利商店 来去 来去领这个职本 然后最后可以使用到什么时候 十二月三十一号 对吧 这边不就都在讲这件事吗 那我们呢 好像好像有些内容被我拿掉了 这边有看到吗 这个 我刚刚讲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了 我现在要做这一张投影片 我接下来我要 因为为了要华丽转身 所以 我来去看 哪一张投影片 比较适合做 跟时间有关系的投影片 这张不适合了吗 这 那个 如果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它是一个连续的 各位可以知道吗 连续 例如说 你在写那个编年史 事情有 事件有先后发生顺序 所以那个箭头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或是那条线 这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这个不太适合 这个不太适合 这个有那个 就是从什么到什么 这可以使用 这个好了 你看吧 它中间是不是有时间 2010年 然后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对不对 有那个时间的顺序 我们就拿来用 可以吗 所以这张是第20页 第20页 所以 所以接下来怎么样 我就直接把这个文件 第20页 第20页拿过来使用 这个是不是要改成什么 7月1号 7月1号是什么 预购 请问 请问 接下来这个是不是 7月15号 你不要做到这边 你 各位可以理解吧 7月1号 7月15号 12月31号 这样感觉那个 你设那个时间 就会产生 另外一种的 被民众误解 的视觉效果了 好 所以这边我们改成 7月15 7月15 那一天 我们可以去什么 去领 纸本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 有数位的 跟纸本的 领 纸本 三倍券 那请问 这个要放什么 这边 这边无庸置疑 一定是放12月31号 12月31号 那是什么 消费截止 12月31号 应该是消费截止 这边通通都有 好 消费截止 好吧 这边就是消费截止 好 请问一下 这个 7月1号 7月15号 12月31号 这个字 我想就应该放大一点 然后出体 让别人一目了然 好 其实全报里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中文字建议 全部都是用标凯体 标凯体 这是 这也不是一个 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是一个 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那如果是数字 我们用的是 但是我比较喜欢把数字 换成 如果为了好看的话 中文字 标凯体 英文字 数字 A real 好 我不喜欢用那个 Times New Romain 还有新性名品 其实也不只是我不喜欢 很多人都不喜欢 那请问 这个是不是就要删掉了 这个是不是要删掉 对不对 那请问你 这添加文本 就是添加的字 你觉得要放什么 你觉得要放什么 也可以什么都不放 这些字 我都想要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 放大 我想要把字 稍微放大一点 那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添加文本 我们应该放什么 消费中 好吧 消 消费中 消费中 请问一下 你这样子的话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会想把 这一段 这一段 跟这一段 把它的颜色 把它的颜色 射出一点 为什么 因为就是告诉别人说 这一段 是我的消费期间 那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我就会把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换掉 这个填满的颜色 比如说 换成 这个 黑色 这只是提供 给你们 参考一下 就是说 我领到 这个 纸本 三倍券 我就可以 从这一天开始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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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可以了解吗 当然 你也可以把 这个删掉 这个删掉 好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今天 有这样子 时间 就是 那个 三倍券 三倍券 使用时间 因为我们在讲的是时间 你的标题一定就是 振兴三倍券 使用时间 好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线条 摆成 6TT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我在讲的是 振兴三倍券的使用时间 很多人 很多人 他会 犯的一些错误 就是说 我们不用 刻意的 千万不要把这个 纸本三倍券 做在中间 因为虽然我们 只有三个重要时间 可是 你 7月1号 到7月15号 中间才隔15天 然后 如果说 你做到这边 然后 接下来可以消费 给别人感觉 那个 消费时间 其实就只有半个月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这都是 我们在视觉上面 当我们在做 时间的时候 我们 常常会犯的 那个 小错误 这个错误 是必须要避免的 你避免掉这些 小的错误的话 你才比较有可能 就是说 做出 我们一看 就可以看得懂 让我们方便 去跟别人 解释的简报内容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 其实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些观念 你把它听清楚之后 你回家 你去玩 你去做 你就会发现 不是那么困难 可以吗 可是 你是不是要 带了这些观念回去 我觉得 这才是 重点 好 所以 你看一下 刚刚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分别去讲 7月1号 可以做什么 预购 7月15号 开始 我们领到纸粉 开始消费 一直可以消费到 12月31号 这都是 如果说 你用文字 呈现 你就只能呈现这些 而且 通常我们看完 看完就 忘了 可是 现在在这边 我们把它编成一个 就是说 时间别 这样子的话 可能别人 会记得 比较久 这就是 请你们 要稍微知道的 事情 那因为 我已经记住了 当你今天 再去跟别人 解释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 比较能够清楚的 去说明这件事 好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我们已经改成 图解释 图解释 你看一下 从我们的 这样子的内容 跟原本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 所以 所以 我先 暂时先把它 另存 好 我是要告诉各位说 当我们今天 去做一份文件 然后 我的文件 做完之后 它就可以 快速的 我们要去 产生简报 简报也产生出来了 可是 这些 都是文字 全部都是文字 描述的 这样子的一个 简报的 内容 这以前是我们 经常看到的 呈现方式 现在 请问 有没有达到 应该是这一点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 这一页 可以不用看了 这一页 可以不用看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前面这六页 前面这六页 还有后面 后面有看到吗 有没有达到 华丽转身 的目的 有吧 好 这就是我这节课 我想先告诉你们的 一些观念 喜欢这样看得清楚吗 还是太花了 我的LINE ID Teacher.son 然后我的 WeChat是 KRN178 然后 范例下载 就是 我会有一个 一个地方 就是把 我们今天上课 我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不喜欢 讲那个 理论 我喜欢把 他怎么应用 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跟你讲的事情是 像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个 简报 视觉化 主要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当你今天 你把最重要的重点 画成一个图 然后 告诉别人 好 我再讲一下 这个 范例下载的位置 HTTPS 冒号 斜线 斜线 GOO 点 这边有一个点 GL 斜线 YTZ 这YTZ 都是小写 然后 R 一定要大写 X 要小写 T 也要 大写 这两个 R跟T 要大写 好 话说回来 就是说 我们 刚刚 刚刚 介绍的这个内容 我想继续 再跟你们分享 YTZ R XT 那个R要大写 X小写 对 然后T要大写 那里面 有我近五年来 所有课程 可是 各位 你也可以不要到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到Youtube 搜寻我的姓名 我里面已经放了快3000部的影片 好 这提供该门参考了 那我就先离开了 离开这个画面 那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 各位 当我们在有一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声音 那 例如说 我现在举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 为什么不发三倍券 而为什么不发现金 还要花1000元 才能够领振兴三倍券 然后 然后他这边写了 写了一些内容 叫做 直接发现金2000元 消费效益就只有2000元 然后 三倍券 至少有3000元的消费效益 加上业者加码优惠 消费效益超过3000元 请问一下 重点 重点在哪里 对不对 重点我们是不是讲说 1000 2000 3000 对不对 好 在中文字里面 你觉得重点是什么 中文字里面 你觉得中文的重点 是什么 接大欢喜 不是啊 为什么是接大欢喜 这里面 接大欢喜四个字 我看不到 所以 大在哪里 欢在哪里 喜在哪里 我不知道 是 是 长官您这样子而解释 很适合来上我们这门课 好 请问一下 重点在哪里 因为你讲完了以后 好像要讲我知道的重点 可是你的描述的方法 不太容易让我懂 可是我等一下讲的 你一定一看就懂 请问中文的重点在哪里 消费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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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出现三次了 还不是重点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重点 有听懂吗 同不同意 就好像说 这 同样的两句话里面 消费效益 消费效果 我觉得 它是用字 可能 我不知道 它是不是也不了解 好 可是 消费效益跟消费效果 跟消费效益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请问 请问 重点是不是不断的会出现 才叫重点 请问 你们可以接受这件事吗 可以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做这个简报 要解释 什么叫做消费效益 不然的话 你不懂 我不懂 大家都不懂 同意吗 我们把辩证图解释很简单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是不是做法 我一直在重复 这边我就先挑一个很类似的 可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觉得要用什么样的模板 之前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到底要解释什么 因为 真正的重点 是要去解释 不是 其实我们 振兴三倍券 真正的重点 是不是在 消费效益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因为至少 这一张投影片 它要讲的重点 就是消费效益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 消费效益的简报 可以 请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将来 你也会希望别人告诉你 重点中的重点 不然 不然那个 你会花很多的时间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 乐会整理重点 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掌握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都不知道重点 请问 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是必须要 是必须要各位 是必须要各位 大家一起来培养的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就来看一下 我到底要用哪一张 好 我们来去看 哪一张比较适合化 消费效益 对 我先问一下 那个刚刚学长所讲的 街大欢喜 街大欢喜 好 各位应该有听到吗 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它变成用比较法 这一边是什么 一边是什么 对吧 好 就是一边是直接发现金两千元 一边是什么 三倍券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那我这里面 我应该用哪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我想用这种方式 我想要分两边 分别呈现 消费效益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怎么做 所以这边是第十八页 第十八页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是不是点这个第十八页 好 这个 这个内容 其实全部都可以删掉了 当我今天我要解释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最好是用一千元 一千元 为一个基准 来去解释这件事情 好 请问一下 一千元 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都出一千元 那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 对不对 所以请问 这个的 这个的 乘出来的值 是多少 230亿 好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左边 左边 就是 我只能放什么 我先把这个 我先把这个 复制 贴上 因为 我要去做 比一比 其实你在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现在的PowerPoint 它都已经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左右 很方便让你去做一个对齐 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左右 它是对齐的 上下 上下 就是 除了左右对齐 然后 接下来就是上下 所以你稍微往上往下去调整 有看到 放开 这样子的话 你就很快的可以去做完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而且放置在适当的位置 那接下来这个 这个 一千元 所创造出来的是 两百三十 亿 然后把这个 两百三十亿 放大 接下来这个也是两百三十亿 放大 这个 整个要删掉 看得懂吗 所以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 如果只发售现金 所创造出来的 消费效益 好 所以这边 然后复制 然后贴到 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字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意思是指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就只发两千的现金 那么这样子创造出来的效益就是四百六十亿 消费效益这样可以了解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 如果我今天我用的是什么 三倍券 是不是有三千元的消费效果 好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要画三个 两百三十亿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也是两百三十亿 这两个 这两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政府给的 所以是一模一样 这个呢 这就是民众缴的那个一千 一千 好 所以这也是两百三十亿 那请问一下 你这样子觉得说 左边的消费效益比较大 还是右边的消费效益比较大 一定是右边 右边是不是多了一个两百三十亿 这个叫做什么 振兴三倍券 其实各位要知道说 振兴三倍券的主要目的是在振兴 可是我们一般民众一定 就是我们大家一定会想 什么三千那件事 好 所以请问一下 右边 右边是不是 这个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 多了一个两百三十亿 这样可以了解吗 然后这个圈圈代表是消费效益 还没画完 因为他这边有业者加码 业者加码 好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再去参加一些 就是说 像 拿振兴卷去美联社 买五十个口罩 然后他就会送给你一百元的什么折价券 那个都是 那个都是业者加码的优惠 然后这边也找了不少 也有两百三十亿 可是 可是 这些可能会变成是 注意可能不是 所以我这样的话 就是这边是不是还有业者加码 业者加码 所以我画在外面 我画在外面 所以这边加 插入一个加 加减乘除 这个是箭头 加在这里 加什么呢 因为这边全部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图案 所以我这边复制贴上 这个意思就是说 可能这一个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就没有刻意把它放进去 因为也有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去 用3000元的消费券 然后去便利商店 什么3000变4000 7-11好像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促销 所以我会把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换掉 换成类似这一个的 例如说蓝色 我的意思只是 只是要说 这边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变成就是说 这边是不是多了230亿 的消费效益 然后这边 这边我中间我会插入一条线 当然这就是比比比比比一比比一比 好 所以这边我中间会放一条线 把这条线稍微变出一点出一点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吗 然后把把这个三倍券 为什么不发现金这个标题复制 贴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真正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他在讲消费效益 消费效益 消费效益 有三次 那当然是他的重点 不然为什么他要讲那么多次 对不对 所以这是最好找的 也不会有错 请你们就特别注意一下这件事 因为他都已经讲那么多次了 怎么可以不话 那请问一下 这个消费效益 是不是指这个圈圈 圈圈 然后如果直接发现金2000元 他的消费效益就只有460亿 那如果是振兴三倍券 民众出的1000 然后这边是不是 那个三倍 三倍出来 额外之多出来的2000 所以这边是不是变成690亿 可以吗 我们应该是要换一个方式 来去讲解给别人听 而不是说一直停留在就是三倍 三倍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好像不是在解决问题 而是在制造冲突 因为真的 真的 我们的重点是要去振兴 那振兴的目的是 我们就要 透过 刺激消费的方式 所以这边才会有消费效益这件事情 那我们从这张图 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 它的差别性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是我希望说 你们能够 能够就是把这种文字叙述 改成图解释的一个做法 有没有 所以学长 你觉得这样子做会不会比较好 那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希望说 请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你很有可能 你很有可能 会跟别人 就是未来的岁月 一定会有可能 会产生冲突 这样有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 反正讲到最后 我就跟他讲说 一个家 因为他每周都说 我们都 什么不管家什么 我最后都会讲 一个家庭 没有爸爸 没有关系 少了妈妈 什么都不行 他就开始又心甘情愿 再去做那些 真的 我不骗你 就是请你 请你跟他沟通的时候 把那个画面呈现出来 就他每次都回家的时候 一直在念东念西 念到我都觉得很烦 我就 反正有时候一定会 跟他有一些 那个语言上面的冲突 记得 换一个方式 把那个画面 直接让他要想到 真的 我不骗你 那个女生 可能 可能是 比较 就是说 叫做 感性的动物 好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画面 画面懂吗 不要用文字 不要跟他讲说 你上班 我上班 大家都上班 什么 然后讲那些文字 我觉得不好 最好是画面 讲给他听 画面 这就是画面 这就是画面 所以 所以 你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了解 重点 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假设 假设你今天 你在解读 你在解读这件事情 谁可以使用 振兴三倍卷 对不对 谁可以解读 请问 重点是哪里 重点是什么 三倍卷 还是谁 谁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 我在说的意思 所以 我的标题 其实就只要下一个 谁就可以了 然后就这些 这些又是不能动的 这些又都是不能动 好 我就稍微直接把它换掉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这边是国民 对不对 中华民国之国民 然后就是国民 然后再来这个各级 什么派驻的 英户级的年级型 还有我国 国籍之眷属 好 这个字万一真的都不能动 就是那个 英公驻 派驻国外 之国民 好了 集眷属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去 做那个文字的调整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边有 12345678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 我是要强调讲这个神 好 那然后这里面可能就会 如果说真的 真的 你要报告给别人听的话 你要报告给别人听 请问你要怎么报告 你真的 每一项都念出来给别人听吗 应该不是吧 当我们今天要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重点 因为我知道重点是谁 所以 所以当然 当然我们可能就会用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中华民国之国民 为代表来去做说明 因为这占了百分之什么 99%以上的人 你只要报告这个就好了 其他的 请问一下 这个占多少 这个占的很少很少 需要这样子逐项去念出来吗 千万别做这件事 你要把大象 2300万的人 我们已经讲了2290万 这样子的人 就具代表性就好了 还有其他特殊人士 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们是不报告 不报告那个细项 而且 而且你可以知道说 假设你今天报告给你的主管听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开一个会 我不晓得 你们应该没有什么standard meeting 在美国 我在美国受训的时候 每天早上10点 一人10秒 10秒钟 交代你今天 要做什么 昨天做了什么事 今天预计要做什么事 然后 报告完毕 一人10秒 可能 可能一个team里面 就是10个人 然后呢 大家都报告完毕之后 知道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谁可以使用 振兴三倍券 我看一下 我刚刚 用的 好 那请问一下 谁可以使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想用 用这一个好了 用这一个 就是123456 然后上面放一张很大的图片 好 所以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会这样做 好 假如说 今天 我参考 刚刚这一张图在这里 好 但是我想要再新增一张 因为 因为这些项目假设都是我必须要留下来的 复制 然后贴上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变成 转换成 smartart 因为我要一项一项的说明 好 用 清单的方式 例如说这一种 这一种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有这张图片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这边 这些项目 我就要取代 取代这些内容 删掉 然后贴上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就是说 谁可以使用正清三倍券 贴上 好 那当然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说 因为这个字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你看一下 至少这一张的感觉 跟这一张的感觉 是差很多的 那这张图片 我们是不是要换成 谁 的图片 或者是比较容易的示意图 好 那这里 就是相关的那些文字说明 所以这相关的文字说明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字 再稍微放大一点 但是 真的 如果说你的简报 是要从头到尾去把这些文字 都念给别人听 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字 放大一点 然后通常重点 重点 我们是要画出来谁 这个概念 好了 那这一张我也可以把它删掉 再举 再举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纸本数位 这张我们已经画过了 画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 纸本不画 那数位呢 纸本不画 那数位是7月1号开始的绑定 7月15号开始消费 12月31号 消费累计截止 所以这边 这边 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它 叫做预购 或绑定 因为预购是针对那个 便利商店说的 绑定是指数位 数位 说的 这边数位三倍券 7月1号 7月1号开始绑定 预购是纸本 他先去便利商店去做预购 好 所以这边 上面去做调整 所以这一张是不是就可以删掉了 这一张 因为刚刚前面已经有介绍过了 这一张介绍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张也可以删掉 这一张是什么 这一张也介绍完毕 这一张我删掉了 你有没有发现 至少你现在看起来 我的 我的头影片的感觉是什么 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字了 但是这张有没有发现 像我一张有个人阻碍的 这都要换 那个图片是要换掉 好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刚给各位这样看 从头到尾这样去看下来 请问这些简报 如果再搭配一个人的一个报告内容 是不是真的可以比较能够达到 清楚表达的意义 你除了你要学会报告给别人听 你也要让别人会想要看这些简报的内容 所以怎么看这些简报内容 而且一看就懂 这样不是可以缩短报告时间 缩短报告时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的主管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听你报告 真的 我是说真的 所以相对的你也希望别人报告给你的是资讯 而不是冗长的发言 好了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讲的是说 我们振兴三倍券可以采三加一的方式 就是我们同时领取电子与纸本振兴三倍券吗 当然不可以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我领了 我领了什么 那个 反正我只能用一种就对了 我不能两种都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去 来去做 有一张投影片蛮适合 这一张 就是说 如果你用了 你用了这些其中某一种方式 然后呢 这边就不可以用 好 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 或者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用了 线上 我用了那个纸本 我就不能 我就不能 这边就要变成三个是叉叉一个是打勾 好 我想要用这一张 来去说明三加一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用这一张 也许这一张的表示方式还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至少这边可以有一个 一个座吧 这一张是我看一下 第十二 好 所以你看 这个振兴三倍券彩三加一方式 包含行动支付 电子票券 信用卡 即 纸本 那方便民众选择 每人 只有一次权利 振兴三倍券平台 会 统一管控 电子与纸本 证券 不会发生 两边都领取 请问 重点是什么 一次 对不对 一次 就是我有很多种 但是我只能选择一个 可以吗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我只有一个打勾 其他就不行 就不行 对吧 应该是这种概念 好 所以 因为 看得出来这里的重点是一次吗 看得出来吗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那个消费效益是不是出现三次 所以你说中文的重点没问题吗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我们一次只出现一次对吧 然后这边这边有看到吗 不会发生两边都领的状况 这也是一次 有听懂吗 有 有 对不对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再来 再来 三加一的一 是不是也是一次 对吧 对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 当我们今天 我们去 去 真的理解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这些 这些的 观念 其实都是一致的 没有变来变去 只是 你要知道 中文 应该 我们现在说使用的中文 应该是全世界语言里面 比较困难去学习的 一种语言 因为 它有非常多的意义 在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产生 不知道 无法判断 的这种 这种 意义 情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说 这里面 数字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三加一 有三倍 三加一 一次 三倍 两边 可以吗 所以请问你 真的 那个 一 出现比较多次 虽然这边 不会发生 两边 都领取 这边 其实 我会 建议各位 不会发生 两边 这边 少了 很重要的 授词 请你们 请你们 真的 如果说 以后我们再描述 就是用文字 描述的时候 一定要 真的要记住 好 那个 例如说好了 吃饱了没 请问到底是在问 早餐还是中餐 还是晚餐 可是我们好像很习惯的 把它变成口语化 所以因此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应该要把它改成 不会发生 两边 哪两边 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 纸本 与 与 线上 纸本与 数位 振兴三倍倦 对不对 他说 还有 请问用两边 合理吗 边 两边是方向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应该写什么 两种 对不对 我现在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这文章当然不是我做的 可是 可是 不是我要去挑毛病 而是说 其实因为你要呈现给别人看的文件内容 你的用字潜持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简报可能不是要去呈现 这些很细部的文字 但是 你要知道这里面的重点 就是那个一次 对不对 就是我只能选择 领取 某一种 正清三倍倦 好 那接下来 我就要去做 因为 只有一种嘛 所以我就 我这边呢 我就选择 我们的数位 数位 有什么 行动支付 好 复制 好 假设 这一种贴上 还有电子票证 复制 贴上 信用卡 信用卡 贴上 然后 这边 还有 还有一种是 纸本 贴上 我们是不是有四种 请把这四种 好 那这四种的话 我们是不是只要留一个钩 三个差 所以呢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这边打钩 其他都是差 所以复制他 这个 复制 贴上 可以吗 这个 这两个我就要删掉了 Delete 扶着 控制 键按住 直接去贴上 好 复制 贴上 然后 把它 把它放到上面去 因为它中间是中空的 所以移动之后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相对的在这个地方 民众可以同时领取复制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放的图片就是要有什么 有信用卡 然后有那个电子票证 有那个纸本的三倍券 我先把这张图片换成 我刚刚下载下来的三倍券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从档案 刚刚下载下来的 放在图片里面 三倍券插入 所以我们有三倍券 我们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那个数位 数位的 例如说信用卡 那我们再去下载信用卡 所以插入图片 所以插入图片 我们直接用插入 插入线上图片 信用卡 然后点选 例如说这些信用卡 插入 插入 插入一个行动支付 插入线上行动支付 好 我们用这一个好了 我个人比较相信的行动支付 我是绑定信用卡 用Apple Pay 好 那 当以上的 以上的内容就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好 那也就是说 假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选择了信用卡 我就不可以再用别种再领一次 如果我领的是纸本 其他种数位的振兴三倍券 我就不可以领了 反正就是只能领其中一种就对了 那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在这个地方 这一页 我是不是又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就是说 我想再挑 好 你看一下 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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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一张在讲的就是什么 外籍劳工 外籍 贪护工 那个投资移民 还有技术移民到台湾的这些人 可不可以领取 所以他其实在讲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不过答案全部都是一样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 你应该知道 我刚刚各位分享的一个观念 就是 出现最多字的中文 就是重点 对吧 所以重点是不是叫不可以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 我们现在就来去 去画 去画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呈现 来去看一下 用这一张 等一下 我先 我先把用不到的像这个档案 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先储存一下 这个档案先储存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个档案里面 我想用的这个模板是 这里就好了 好 例如说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有大小 大小的一个区分 或是不同颜色的区分 我们都可以 借由它来去呈现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不使用样本 也可以用SmartArt 也有很类似的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刚刚的20 20页 所以把第七页放进来 好 第七页 好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放的是 例如说 外籍劳工 复制 贴上 那当然这个字 我们等一下再一起 把它放大 然后还有什么 看护工 好 然后接下来 放上去 再接下来 还有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 贴上 所以 所以标题 复制 贴上 好 那这边叫做什么 不可以 这边也叫不可以 这边也叫不可以 可以啊 这边 好 没有 我只是配合 配合某一种样式 因为它已经做了一个 还不错的排版 那 你可以再去变化 甚至 甚至在这个地方 我们 如果 我只是要 强调讲一下 这边 好 这其他都 都不需要 然后 你也可以去用这边 转换成SmartArt SmartArt里面 它也有一些 就是说 就是 假设我们就很单纯用 清单里面 你就做出来三个项目 三个项目 然后直接去画 XX 咦 三个项目 好像还没有 像类似像 你可以 你可以 用点 别种 别种的 像对立的 也可以用 那一边就是一般 就是中华民国之国民 然后一边就是讲 不可以的 像这种都可以 这个图形的关联 好 那我只是想说 因为我们要运用它 这样子一个版型 做出来还蛮漂亮的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字呢 稍微放大一点 放大 那当你在放大的时候 请你记住一下 这个是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改成外籍劳工 不要外籍劳工这种感觉 所以 这边 刻意把它做成一个分行 外籍劳工 看护工 因为三个字 它就可以呈现 只是 最好是放在那个中间 中间 再来就是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 我们没办法成功的 放到这里面的话 我们也应该就是稍微调整 然后把字稍微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但是最好不要是 投资移民 记 数移民 所以你要缩小 就是变成就是说 投资移民 记住移民 我的意思是说 请你不要断债 例如说不可以 这样就不好了 好 那因为不可以 干脆就把可以两个字删掉 就是不嘛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字是不是就可以放大一点了 再来 再来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字的颜色 我们应该要稍微调整一下 好 变成黑色可能都还比 刚刚的颜色来的清楚 好 所以这是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因为我们重点是要去呈现这些字 呈现这些字的话 那这样子呈现的结果 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然后呢 然后当别人在 在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外籍劳工 看护工 投资移民的人 还有技术移民的人 他的答案都是 不 不可以 可以了解吗 我只是说 我们在文字上面 刚刚这边是不是出现很多的不可以 对不对 不可以是重点 所以我这边 是不是把那个重点强调出来 这样理解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没有关系 因为 对 因为 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就是那个 你会用的英文 建议都是要用 全部都是大写字幕 大写字幕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就是专业的 或者是说 经常使用的 例如说像 YES 不要用Y 然后小写的E 跟小写的A 你要用就是要用 N是大写字母 O是大写字母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一个标题 这样可以了解 还有 因为真的我们大家 现在的这个知识的水平 你想嘛 你用的最多就是什么 YES NO 或者是什么 男生女生 MF 不会用太困难 或者是太让人看不懂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但是请你不要用 就是那个英文字母里面 例如说 第二个字母是小写 那个就不见得 不适合使用 好 因为我们的那个 重点简报里面 我们是要把标题呈现出来 而且 而且请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YES或NO 就是Y跟N 可能有时候会更 更加的让你去了解 你要凸显的主题 例如说 那个 里面都是中文字 你放了一个英文字 更加的凸显 你要强调的重点 好 当然了 我看过最多的 就是直接画一个叉叉 那 我只是觉得说 美感的一个呈现 未必你的主管喜欢 你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能够达到 这个目的 让人一目了然 我觉得就很重要 像例如说 这个简报 这个 这一张 简报的内容 跟刚刚那种 纯粹都是文字的内容 我觉得这边 一看就可以知道说 这三种 身份的人 都不可以领 对不对 好 我觉得这样就代表说 我们成功的 达到 那个 简报视觉化 好了 请问一下 你们这样子 上课 上到现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已经听了很多 我的操作方式 也没有很特殊 可是我们做到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华丽转身 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图解式简报 而且是真的 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你真的操作几次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 原来你那些图片 需不需要每一次 都把书院长的图片 重新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不需要 因为你在做的 你用的这些图片 其实都还有蛮一致性的 然后 除了节省时间 而且有效地达成 那个图像的一个视觉化 那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 很快速地去跟 去跟你的 你的主管来去沟通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很快的 就是说 告诉主管 告诉主管说 我们把这个 1000元变成3000元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清楚地告诉他 你不要告诉他很多的细节 例如说什么 多少 500元的乘4章 什么200元的乘5章 这个就叫细节 可是 可是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要报告的东西是什么 上完这门课 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就是在讲资讯 在讲重点 请问一下 这里面的重点 是不是3000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把 我们其实是把 1000元 新台币 然后发给民众 3000元的振兴 三倍券 让民众可以去消费 要达到什么目的 后面有讲 后面有讲 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们知道吗 消费效益 谢谢 这重不重要 这很重要 因为你在讲的时候 如果你简报都不是这样做出来 请问你怎么会讲 你就不会讲重点 给你的主管听了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希望说 别人报告简报的时候 讲重点给你听 会吧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 先自己 先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也把重点 先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之后 再报告给别人听 所以 所以你看 本来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文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振兴券 振兴三倍券 使用时间 是不是 一看就可以知道 几个时间 有三个时间 然后分别是 我们可以预购 然后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预购 然后7月1号预购 然后接下来7月15号 可以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12月31号 是一个消费截止日 消消消消这个字 好 那接下来我还想跟各位 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 一个 一个 投影片 我就只有一张 我这个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 我是不是只有一个观念 在里面 我要讲的重点 在里面 对不对 只有一个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今天你要报告 给你的主管听 他可能会给你时间 你觉得 你要报告给他听的时候 他有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听你讲 他应该会有时间限制 他可能会 他要听 假设 10个部门 或者是3个部门 好 那 假设他现在 开一个会议 会议一定会有时间的限制 他不可能说 好 我们8点钟开始开会 开到中午12点 不会这样开的 那所以 他可能就是让你发言 你可能只有发言几分钟 那我现在就问你了 假设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 你有5分钟来去报告 对不对 就是当你今天 你帮别人做简报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问 你一定要去问 请问你的简报 可以报告几分钟 对吧 这是合理的 你的主管拿给你一份 Word文件 然后他说 快 请帮我把它变成简报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很高兴 代表他信任你 这样了解吗 那万一你 你没办法在10分钟之内 你可以越短时间内 做完这个简报 你一定越可以得到他的信任 好 再来你把这个资讯 这个重点全部都做出来 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了 你一定要先问你的主管说 请问我要做几分钟 对不对 好 他给你5分钟 就是说我要去报告5分钟 合理吧 或者是10分钟 你想 一个部门 要报告5分钟 如果说他的主管 他的主管找了三四个部门来去报告 那其实就已经二三十分钟去掉了 因为你的主管报告完毕 后面一定还会有 还会有就是聆听简报的人提问 或者是讨论 好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5分钟的简报 你觉得可以可以做几张头影片 这个时候其实标准的答案应该是这样子 你要讲几个观念 请问一下 一个word的文件 一个word的文件 假设里面的重点有10项 你就应该要去排一排 哪一个才是最重要 第一重要 第二重要 第三重要 对不对 你觉得5分钟 你要把10个重点都用简报呈现出来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你应该是把最重要的三个观念 做成简报 最多最多5个 就是一分钟讲一个重点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你给了太多的重点 等于没有重点 当然不能给资料 给资料不是长官想要听得简报 所以在这边我们应该要得到一个共识 就是说你今天你的主管 虽然告诉你说10分钟之后我要去开会 你只要如果说你够厉害的话 其实只看重点 只看那个word文件里面的重点 请问word文件的重点会在哪里 word的文件的重点会在哪里 首先你要看最前面 最后面 这是我们中文的习惯 对吧 还有大纲 就像我今天我去读一本书 我都要先把说这个作者 这个目录 我先想通 他的逻辑到底对不对 我才会愿意花时间去看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所以你要回去培养几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先找出例如说这个word文件的三个重点 把它做成图解 视觉化 你就成功了 可以吗 这是我只能在最后的时候告诉你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今天我不是要去替那个这个振兴三倍卷背书 我不是在做这件事哦 我在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图解视觉化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 做出来这样子的内容 我相信你们已经慢慢都被要求了 好 那被要求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因为开会的时间有限 我们就应该只要把最重要的三个资讯 重点把它做出来变成简报 我相信这慢慢的我们达成这样子的共识 我们行政院团队我们才会越来越好 好 请问一下 这就是我今天我要讲的最后的这种观念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学长想提出来什么问题 我们来互相交流讨论 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就是要告诉各位 五分钟的会议 了不起你只要做三到五张投影片 可是我这三到五张投影片不包含标题 跟谢谢您的聆听 你要讲的重点 你的主管要讲的重点 三到五张 你不要把拉拉扎扎做了一大堆 这样有没有可能十分钟内做完 绝对有可能 好 期待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了 因为真的做视觉化简报 已经慢慢变成不是那么困难 记住我教你的方法 用样式模板 然后别人做好的模板 你可以改 真的可以把它用复制贴上把文字换掉 把图片换掉 如果不会换的话 那你再透过 例如说LINE的方式 或者是WeChat的方式来去跟我联系 我们来一起学习成长 那前提 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很棒的样本 样式档案 就请你直接上网去 用家里的电脑 用家里的电脑 自己去找找看 风 风简报 风子的风 真的可以找到一堆 你会先找类别 找完类别之后 你再找你喜欢的 好 我找的是叫做什么 什么高楼大厦 什么高大厦 什么简报模板 商业简报模板 好 反正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模板 你们自己都可以来去使用 那做完之后呢 你一定要掌握重点 就是把重点告诉别人 这就是简报视觉化 最重要要传达的目的 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等一下不会那么快的离开 不过你们可能要去吃饭 我期待 我期待我们日后 还有更多的互动 因为你在操作 因为今天你都是看我做 好像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换你做的时候 你会遭遇到一些问题哦 对吧 这时候你就可以提问了 因为突破问题 你就会越做越好 那我想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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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